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Redis中的一个管道技术 首先呢,什么是管道技术呢? 我们来第六个,简单有个了解就可以 管道技术 那在我们的Redis中呢,我们客户端和Redis呢 使用的是一个TCP协议进行的连接 那不论是客户端呢,向我们Redis发送命令 还是我们的Redis呢,向客户端返回命令的一个执行结果 那都需要经过我们的网络传输 那这两个部分的总耗时,我们就称为往返实言 往返实言啊,就是发送命令和命令的一个返回结果 这两个总共的耗时,我们称为往返实言 其实呢,根据网络性能不同呢,我们的往返实言也不同 大致来说呢,本地回还地址的往返实言 在数量级上呢,就相当于我们Redis处理一条简单命令的一个时间 假如说我们这个L push一下,像一个列表中添加几个元素 相当于这样一个命令的一个时间 那如果说执行较多的命令呢 其实每个命令的一个往返实言 累加起来,可能对我们这个性能呢,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所以说在执行多个命令时,每条命令都需要等待上一条命令 执行完成之后 即收到我们上Redis的返回结果之后,才能执行有万百万 因为我们Redis中的命令呢,都是串行的嘛 对吧,第一个命令执行完了 它得到结果了,再执行第二个 是这样的效果 那即使呢,我们说命令不需要上一个命令的执行结果 因为假如说我下一条命令不需要上一条命令的执行结果 这时候呢,我们也需要等待这个第一条命令执行完毕之后 才能执行我们的第二条 那现在呢,Redis底层呢 通过我们这个协议对管道提供了一个支持 什么叫管道呢 之前是一个一个发 那现在我呢,我一股脑发送一堆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通过管道呢,我们就可以一次性发送多少命令 并且呢,在执行完成后 一次性的将我们的所有结果 就是你管道中的这些命令 这些结果,一次性的来返回 所以说当一组命令中 每条命令都不依赖于我们之前的命令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用管道一起来发出 那接着减少我们这个客户端和Redis的一个通信次数 也能实现降低我们这个往返时延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其实呢,这个管道技术就像这样一个效果 给大家画个图就明白了 之前呢,我们想发送一个命令 你需要一条一条发送 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那可能呢,这些命令 假如说第一条命令 这是第一条命令,这是第二条 我第二条命令不需要得到第一条命令的返回结果 再来执行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管道 这样的一个形式 一次发送 一二三四条命令 那这时候呢,其实只用我们这个Redis建立这一次 一次通信就可以 那现在呢,会一起来返回我们的这个结果 第一个返回结果,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一次来返回这样的效果 就可以来降低我们这种往返时延的一个效果 通过我们的管道技术啊 通过管道技术 那其实呢,这个管道技术 你要想通过程序实现起来呢 可能不同的这个程序 实现的效果也不太一样 但是呢,你需要了解 什么是我们的管道技术 就可以了 那这一块呢,只是作为一个了解就行 那以后呢,假如说你想拿PAP啊 还是想拿其他的语言啊 来实现我们的管道技术 到时候我们再来说 那这一节课呢 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这样一个管道技术的概念 有个了解就可以 好,那我们这节课呢,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